基本法 看真點不是這個基本法 明白了 原來玩鞋陰 香港人起名都喜歡食字 就這樣叫法營站不夠創意 都是高等法院夠驚喜 法營屋要玩食字 當然是吃法字 我知道我知道 鴨利州有間法名家 不夠特別 對呀 小魔法 有辦法 是不是有趣 不錯 還有法原地 還有法拉里 法拉里 很棒 法拉里的名字容易記 而且要很威風 所以我就起了法拉里的名字 不過我覺得 法拉里也不夠發展局好笑 油塘、觀塘、收基灣都有 其實是連鎖店 那時候很多電視 新聞、旅遊發展局 發展局 覺得挺有趣 就拿這個名字來做 發展局是挺好笑 不過會令人想起 陳茂波和林鄭 不是太好意頭 都是周潤發開心點 有法國 其實法國也有偶像 但其實周潤發都有一個含意 就是希望我們的客人 是每周潤發 我說 懂得展 當然是去高等法院 老闆中山還說 以前開過一間終審法院 說了這麼多 那你又會不會因為名字有趣 而專門去剪頭髮呢?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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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